大家早上好,我是蓝蓝 我永远坚信,付出与得到 是成正比的 你们信吗 现在是早上起来,8点20 回到我温暖的小屋了 这还是家里面舒服 今天没出去乱跑 有点不合适了吗 好歹糊涂一下 也不脏 我在那窗屋上贴了块塑料布 晚上呜呜呜的风哗啦哗啦的 给我炒的呀 今天我订的专门的贴窗户纸 你听 听,今天就到了 要不然能睡的挺长时间呢 被它哗啦哗啦吵醒了 我把这烤垫给洗了 然后吃早饭 还没吃早饭呢 一会儿量个血压 进门先做水 把这两杯灌满 然后那天买的鲜奶 还有油饼给老张买的 他也没吃 我给他吃了 把剩的 看看我厨房这些缸啊 看看四个缸 这还一个五个 你知不知道这缸多好啊 先给你们看看我这泡菜吧 老老人说 老老人说 来来你弄那泡菜怎么着了 怎么着了 你看看 没了 特别好吃 天天吃一大缸都没了 你看 这里边是水果 它也不坏 香蕉也不坏 这里边是蔬菜 还是水果 我喜欢吃水果 这里边也是 放在这里边 它就不坏 你说怪不怪 我那天买了一兜馒头 大白菜 我割的香菜 割了半个多月 都不带坏的 这不是昨天买的油饼 我扔里面 还有一个烧饼 好像 其实一个油饼就够了 这是我买的试饼 你看 那天吃了一个 这是那鼻气 我妈昨天给做的鼻气 这是我的天然冰箱 牛奶还剩一点 鼻气 这边的小洗衣机 把这桌子支开了 冰箱也不用 这是我的简易厨房 这缸里有什么呀 我都忘了 我真的忘了 这缸里都是什么 大葱 我把大葱搁里的 葱姜蒜 好了还剩点牛奶 其实我不怕过苦日子 我怕过那种冷冰冰的 没有爱的生活 一天 一分钟都不想过 上来插销 烫一下 把牛转热 保温 高 好了 烧面不吃了 其实吃油饼不好 但是 剩的嘛 不吃该坏了 吃了个吧 好了 马呀 雷炉 关什么 看这屋里边 热气腾腾的 灌上 多喝水 橘皮 枸杞什么的 还没来得及拿呢 好了 给我妈视频一下 提醒她吃药 你们看我做的泡菜 没多少了 吃了个姜 香料的油饼 奶都铺上来了 它居然没铺到外面 还挺盐似的 一吞就软了 就点剩的牛奶 我的天 太好吃了 生病也不倒吃 真好吃 我妈都在弄哪里 让煮鱼手 还是给家吃饭香 热会儿 在外面吃 凉嗖嗖 饭也不热 然后那地方也那老开门 老出来进去的人 在家里暖暖风风的吃 以后在家吃饭 不在外面吃 我弄得几乎没味儿 不咸 芝士味儿的 芝士味儿的 白芝麻饼 尝尝 我就是喜欢饭后吃点甜的 好酥啊 不那么硬 不错 这是细煤肝 再泡俩细煤 细煤膳食纤维 这火得下去 我早上进堂 哎呀不错 我早上起来碰上一个粉丝 北大医院 他早上去北大医院看病 后来俩聊了会儿 他呢是 他母亲好像七十八吧 不到八十 他爸八十多了 他妈瘫了 瘫在床上完全不知道事儿 保姆每天 然后他呢常去 他说可累了 特别累心 有的时候 一次一次哈 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都问自己哈 有没有这个必要 下次还要不要救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事儿 也痛苦 然后弄得自己也心理交损 一身的病 他说看你视频哈 挺好的 看你每天挺乐 所以我昨天回家 我就赶紧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真特感谢你跟我爸 至少你们两个人 没有像那个粉丝的父母那样哈 说他爸爸脾气还特别不好 大喊大叫的总是 弄得孩子很痛苦 也有粉丝哈 就说来来 你累的时候在后边呢 就照顾老人越来越累 这个就是 我就觉得 过好当下 以后的事交给以后 好多事儿吧 命里都注定好了 就是人的寿命 也都是注定好的 你能活多久 是吧 你一出生就已经注定好的 跟你后天没什么关系 所以呢 你就坦然面对 当然人说了 说的挺容易的 看你挺累 其实我真不觉得累 就像有人说 你每天早上那么早就起床 天不亮你就走了 这就像什么呀 你比如说你在热烈当中 你去见你心爱的人 或见你特别仰慕的人 是吧 一宿不睡觉 你都不觉得累 你就为了早上你见他一面 你都不会觉得累 其实照顾父母也是一样 你只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就当然了 也不用那么一味的去委屈自己 就是该说的话还要说出来 反正我就是这样 你让我干活行 你让我受累也行 但你让我特别凹头堵在心里边 我就受不了 就是咱们把话都说开了 有人说 你父母不能缺人了身边 老人呀 跟我们呀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我爸是每天啊 恨不得睡到中午 他晚上不睡觉 他白天睡 我妈也是早上醒来 九十点钟 恨不得才起床 我呢 常年早起 惯了 你说我要跟我父母在一块 我不起床 我在这躺着忍着跟他们 可是你一动会儿 你就有动静 你就影响他们休息 况且他们也没有到贪 那个地步 你就说雇人 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嘛 挺难相处的 真的 你不管是你 你自己的儿女都很难处到一起 你 就是你跟外人 人家是来挣你钱的 你倒是在生点气 是不是 老人嘛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节俭了一辈子 是吧 现在雇个人都得六七千 他退休金都没有那么高 是吧 你让他把钱拿出来 去干这个 他肯定是觉得很隔肉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反正刚才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那个粉丝提醒的好 说你提醒来得吃药 对 现在视频有视频了 还是挺方便的 其实我 我昨天还想了 我说你说要没有父母 那我每天天天无所事事 没得干 也挺慌的 我说这有个爹妈 有个惦记着 还挺好 也可能我就是那操心的命 原来惦记孩子 现在孩子不用管了 妈要惦记我爹妈 总比让我闲着墙 行 刚才收拾完屋子了 然后今天睡个大觉 请点赞关注哦 有点赞关注哦 感谢观看